阿成 同緝醫學院 通緝醫學院 通緝醫學院 同學們和朋友們交流一點學術看法 華工我來過幾次 到通緝醫學院我是第一次來 不過通緝醫學院的名聲我是早就聽說過 因為我不知道今天是要到通緝醫學院來 所以我是按照一般的工程技術 涉及到的论理问题来准备的 不过我倒欢迎同学们就自己的专业 和我一起讨论一些问题 生命学 论理学的问题 也是我感兴趣的 好吧 谢谢大家 我今天讨论的题目 是关于技术伦理的几个问题 我准备谈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谈一谈 为什么呢 我们今天需要一门技术伦理学 第二个问题呢 谈一谈技术和伦理的关系 第三个问题呢 谈的那个技术伦理学的那些方法和的问题 首先呢 为什么需要一门技术伦理学 这个题目的提出啊 实际上是有一个过程 就是在大约在三年三四年以前吧 有一次在上海 就是上海社会院 招牌的一次 二十一世纪的科学技术伦理学的班 在那时的会上 有一位老先生啊 他提出来 就是说 我们今天需要一门科学技术伦理学 就行 我先谈一谈 就是说 我们今天需要一门科学技术伦理学啊 原因呢 是因为在今天呢 科学技术显示出越来越多的副所优 但是如果听了这个班以后啊 我就感觉到真的感觉到这种说法不错 但是呢 它不够深刻 所以啊 我就想把这个问题啊 彻底的研究一下 和思考一下 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也是分三个方面来讲 第一个方面呢 简单的说一说这个 技术伦理学的定位 也就是我这里的第一个标题 技术伦理学呢 技术伦理学问题啊 应该是我们时代问题的聚焦处 第二个部分呢 我简单的从理论上说一下 技术和伦理的关系 第三个部分呢 我们从生活实践的角度看一下 人们是如何提出了 基础论理学问题的 在第三个部分呢 实际上我是想要这样一个思想 就是说在一个时代 它能够成为这个时代 观众的问题的 它一定呢 有自己的生活实践背景 特别是什么呢 特别是 就是说这种生活实践的背景啊 它直接的和这种问题的提法 和问题的指向是有关的 先谈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技术伦理 是我们时代问题的聚焦处 实际上 简单的说 这也是一个技术伦理的定位问题 在我看来啊 就是在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 这个彭博发展的高技术 高技术按照人们通常的看法啊 它实际上是包含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呢就是它的科技含量要高 另外一个方面呢 它实际上是需要大量的资本 或者是说大量的投资来支持的 今天的典型的高技术 就像基因功能技术 信息技术等等 都是这样的 它们实际上都典型的包含了这样的 我刚才说的两个课程 就说我认为啊 在今天的时代 彭博发展的高技术 它已经和资本一起 成为塑造我们时代的面貌 决定人类破服的重要因素 也就是说科学技术 它使人类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 但是呢 它在给人类带来这个巨大福祉的同时呢 也使我们遇到了很多的风险和挑战 所以啊 就是说 理解和掌握这样的一种巨大的力量 就是说 包括反思我们以往对社会 对进步 对人性 对什么是好的社会 等等这样的理解 也就是说最终呢 是合理的负责任的来引导科学技术的发展 这个呢 是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课题 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说 科学技术啊 就是科学和技术活动的论理问题啊 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核心问题 交点问题之一 这里边实际上涉及到了两个概念 一个概念呢 就是技术时代 或者说是技术社会 第二个呢 涉及到了技术和资本的关系 首先呢 看这个 把我们的时代 描述为技术时代 或者把我们的社会呢 描述为技术社会 这个不是我个人发明的 嗯 实际上 从二十世纪的中叶开始啊 一些哲学家 就开始这样提出问题 你比如说 这些产物 一步步的取代远远的自然 而形成 把人类完全包围起来的环境 这个当然也不需要过多的解释 实际上 我们今天接触的 就是说我们接触的 嗯 大量的问题 嗯 或者说我们生活的环境 甚至包括我们周围的这个 这个自然景观 大部分实际上 都是人工安排的结果 是吧 嗯 技术学家 技术学家 艾勒尔他讲 就是说 由技术活动机器产物 嗯 这个 核子 多了啊 由技术活动机器产物 塑造和重构了整个的社会秩序 和人类活动的模式 也就是说 我们的个人习惯 对问题的理解方式 自我的概念的形成 时间和空间的概念的形成 就是说社会关系 嗯 政治活动 道德实践 等等这些方面的建构 它呢 实际上 都是以一种啊 以技术来起 基本作用的方式啊 来存构的 按照有人进一步讲 之所以把我们今天的社会 称作是基础社会呢 实际上 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的遭遇的 大量的问题 嗯 都是由技术来引起的 或者 我们说 它至少呢 大量的 是和技术有关的 比如说 我们今天遭遇的 呃 资源问题 呃 环境问题 呃 甚至包括我想和威胁 和平问题 等等 我想都是 嗯 嗯 嗯 这是以往的一些谈法 嗯 包括最近 实际上 嗯 下午要谈到 人们对技术的看法 在 从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 嗯 到今天 它中间有一个重要的变化 嗯 这是最近 人们关于这个技术 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 一种典型的表述 呃 呃 呃 美国的那个 那个国家科学基金会 能源部 商务 等等 他们在这个 二零零一年呢 到二零零二年呢 呃 呃 也许召开了几次会 就说 讨论二十一世纪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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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技术 信息技术 和这个 认知科学 或者说呢 是脑科学技术 呃 按照这个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的这个报告 就是他们认为啊 就是随着这个 人口 资源开发和潜在的 社会矛盾的增加 整个社会呢 将越来越受到 技术的支配 并且呢 他们认为 这种技术的支配 也就是说 知识的物端发展 和工具的物端核心呢 呃 呃 它带来的效果 实实呢 我们的行为 从那种过去的 简单的 重复性的劳动 变成一种创造性的 呃 创造 创新性的活动 并且呢 重点转向人类发展 当然了 这个重点转向人类发展 它是有特殊含义的 下面再谈第二个问题的时候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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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再加一些解释 因为在这里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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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观点 就是说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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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力量的话 它应该是两个 呃 呃 我们都知道 比如说我们在那个 哲学课上 或者是在其他的课程上 我们都接触过 呃 就是说人们讲 平常讲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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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呃 社会办法到今天啊 呃 特别是到全球化以后 实际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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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两个 而不是一个 这两个就是技术和资本 并且呢 呃 呃 呃 它們實際上是處於某種共生的關係的 我記得我以前看《二世紀的中葉》 看一些經濟學家的著作 有的經濟學家就講 在那個時期資本發展到那個階段 如果我們按照傳統的方式 就是說提高勞動生產率和降低成本 就是按照這個思路來謀取地潤的話 我看到一個比方 就是說像在刀口上刮鋼那樣來 後來經濟學家就發現了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這個可能大家親說過 就是經濟學中有一個內生變量的概念提出 就是認為技術它是經濟發展的一個內生變量 由此經濟學的面貌得到改觀 在實踐上最明顯的表現出來的 就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一刻 這個大家都知道 隨著首先是信息技術 然後是生物工程技術 隨著這兩個技術的出現 資本它重新獲得了巨大的升能力 表現就是全球化 實際全球化很大程度上 確實是以資本的全球化為多 另外一方面 就技術發展本身來說 就像我剛才說到 高技術這個東西它是需要大量的投資的 是吧 大家可能在座的多數方面都是學醫的 是吧 你們實際上是知道的 比如說像這個人類基因組合一等等 像這樣的大的科學技術項目 社會的投資它是以多少億來計算 實際上這就顯示出一種關係 這種關係就是什麼呢 這種關係就是 一方面資本接觸了新技術 它重新獲得了生存力 並且迅速走向全球化 也就是說又一次獲得了空前的發展 另一方面就是今天的技術的發展 在很大的程度上要依賴於投資 並且依賴於市場 所以我們講到今天的速度 我們時代的任務 是這樣的兩種基本力量的時候 我們同時還要研究這兩種力量之間的關係 我剛才說的至少這兩種東西 它有一種共生的或者是說相互生發的關係 甚至我用後現代主義來講 有一種某種共謀的關係 當然了技術和資本它肯定它們之間 是會有一種對抗的關係的 比如說我通常講 資本在人類歷史上它可能是一個展示的現象 資本不會是永恆的 但是呢技術恐怕是要伴隨著人類發展始終 而且人類社會越來越離附牌技術 所以在技術和資本之間呢 它一定還有一種相互排斥的關係 這種相互排斥的關係是什麼呢 現在應該是學界吧 包括這個技術哲學界的研究的一個重要個題 這是第一個問題啊我想說的第一點 關於這個技術倫理學啊 在我們今天時代的問題中的定位問題 第二呢我就想首先呢從這個理論上分析一下 為什麼技術活動是直接和倫理相關的 這個呢我也是用兩個層次來看 首先呢我們說啊這個倫理訴求 或者說那個倫理的內容吧 它本身就是技術活動的一個內在的規定 那這個道理其實不複雜 我們總說這個技術是人的設計和創造 是吧也就是說把我們的人的意向 是吧加給這個自然物 從而呢造出我們需要的工具或者產品等等 這樣的東西 所以當我們講這個設計和創造活動的時候 它一定會涉及到兩個因素 一個因素就是任何技術過程或者技術產品 它一定呢要符合自然規律才能成功 另外一個方面呢就是說它又是人的有目的活動 是吧我們創設計和創造任何技術產品 不管是手機也好是吧計算機也好等等 它都是為了管路人的需要 實現我們人的某種期望或者某種理想的 另外一個呢就是說當我們說到這個實現的過程的時候呢 它又是要包含著某種選擇的就是我這裡說的方法 或者路徑的選擇 比如說我們今天要解決能源問題 是吧我們可以採取雲來開洋能 也可以用那個化石燃料 還可以用這個原子能等等 然後這就是所謂這個方法和路徑的選擇 所以啊在我們講這個 就是說技術的產生的時候 並非它僅僅是簡單的 是吧從科學的原理就可以推出這個技術的應用的 而人呢而是要經過 中間經過很多過程 在這些過程裡邊特別重要 它是要加進人的目的、需要、期望、價值等這些東西 而這些東西呢當然它都有那種好的或者壞的 正當或者不正當的等等這樣的區別 於是呢 技術需要進行價值的和倫理的評價呢 也就是必然的 這段話是一個我很老以前看的一個叫做 美國人阿希莫夫 他寫的設計檔論 他就很明確地講 當我們講技術設計的原則的時候 實際上很明顯地看到兩個命題 一類呢就是科學內容的 所謂有事實內容的 另一類呢就是有價值內容的 它直接反映了當代的文明的價值呢 和導致面貌 這是從裏邊講啊 我說的第一層懷疑 第二層懷疑啊 我們說技術和科學不一樣 如果我們講科學是一個思考的過程的話 那麼技術呢最重要的 它是做事情的過程 也就是說它是一種實踐過程 是一種物質改造的活動 這種物質改造的活動 就把事物呢從一種狀態 變成為另一種狀態 甚至呢可以創造出地球上 從來沒出現過的物品或者過程 比如說我們可以製造出 像筆桿呢 像我還要帶著塑料等等 進一步講 實際上就是塑造了我們今天的 生活一期中的這個整個的世界 就是所謂的人工世界 就是技術直接決定人的生存狀況 並且呢長久的可能會影響我們的未來 這一點以往呢 我們是把它是作為技術的好處來頌揚的 實際上在這裡 就是在這裡邊呢 實際上它也包括了這個 技術必須受到倫理的評價和導演的根據 就是因為它直接決定了我們人的生存狀況 更顯得會長久地影響著自然的環境和人類的未來 另外一點呢我想強調的是 當我們強調這個技術是造物的過程 技術是實踐的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說這種造物啊是社會的 你比如說美國工程院 它把這個工程技術 直接就定義為一種社會的技術過程 也就是說它是一個把科學 技術和經濟 政治 法律 文化 環境 等等這些東西匯集起來 這樣一個過程 當然在這個匯集過程中 倫理呢應該是有一定的條件作用的 我在這裡特別強調的就是什麼呢 就是技術這個工程它實際上 它實際上參與技術設計 技術使用和技術創造 它是社會上不同的利益集團 比如說我們可以把一個技術過程 分出來有相當的投資者 有組織者 有設計者 製造者 還有產品的使用者 等等 這些不同的利益集團 它本身的利益可能是 不會是一致的 於是實際上在技術的設計和創造中 它本身就有這個所謂的利益博弈的過程 另外一個它產生出一個重要的倫理問題 就是說對技術帶來的風險和技術帶來的利益的公正分配 底下如果有實踐的話 我再具體的抬一談 這裡我只簡單舉一個例子 你比如說在建設長江三峽的時候 人們很自然地想要當年的黃河三門峽的建設 實際上在黃河三分峽的建設過程中 比如說三分峽水庫建成了 所以我看到當時黃河的中下樓 在灌溉航運發電等等這些方面 獲得了極大的利益 比如說當時我看到的資料 那個時候華東地區的電網 一組電是兩分錢 可是如果我們再往上看 比如再往黃河的上樓來看 情況就不是這樣的 比如說三分峽水庫的建造 它首先帶來了衛河水位的台高 於是呢 一往我們稱作這個富饒的這個觀眾平原呢 它變成了一個災海沈沙的地區 另外一個呢 為了三分峽水庫建設 當時的大量的移民 就是水庫建成二十年 這些移民的生活呢 仍然沒有著落 一直華國看到的資料 一直到二零零零年 也就是到二十一世紀初 全國人在法會呢 還在討論這個三分峽水庫的 這個生活暗示的問題 這個實際上 這裡就是我所說的 一項工程 特別是一項重大的社會工程 當然包括技術的運用 它實際上它帶來的風險 它所需要付出的代價 以及它帶來的好處 這個東西呢 它並非是公平的 分給社會的所有人的 這裡往往有一個 就是利益 利益代價和風險的 這個公平分配的問題 這是從理論上說的 第二個方面 所以啊 我認為啊 從這兩個方面 我們已經可以大致地說明 為什麼說技術是和人類學啊 一些相關的 第三點啊 我們想從這個 生活實踐的角度 提出這個問題 也就是說 強調一下我剛才 開始的時候說的那個觀點 就是說 它如果它作為一個 重大的社會問題來提出 這個問題呢 它一定有它特定的 社會歷史背景 而且這種特定的社會 歷史背景 它直接決定了我們 對問題的提問方式 和呢 問題的指向 具體地說 就是技術有格力學問題 它是 技術發展到一定的階段 才被提出的 我們都知道是吧 技術呢 它是 在社會大規模的 一種技術 是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以後 也就是說 18到19世紀 但是 一直到20世紀 我們才看到有關這個 技術倫理的討論 我看到的最早的資料 就是1932年 當時那個 英國的科學促進會主席 叫做尤尹 他在這個1932年呢 英國科學促進會的年會上 做這個主席致詞的時候 他講了這樣一段話 我覺得這段話講得非常精彩 它實際上已經 就是說它實際上講到我們今天 為什麼需要技術倫理學的原因 而且這種提法 遠遠地高於我們今天流行的 像副作用這樣的提法 尤尹的話是這樣講的 就是說工程師的封鎖成果 遍及全世界 把過去從來未有過的 也不該想像的人才合理的 策略世界各地 它使生活中更加充滿物質 所能促進的一切幸福 底下 畫面一轉 但是我們深深地明白 工程師的才能已被濫用 而且以後還可能被濫用 人類在道德上 對這樣的巨大恩賜 是沒有準備的 在道德緩慢演進的過程中 人類還不能適應這種恩賜 所帶來的巨大責任 在人類還不知道 怎樣來支配自己的時候 他們已經被授予支配大自然的領 實際上這就是我在開始起訴的 理解和 如何理解和運用 這種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的問題 這個問題最早我看到的是1932年 由於引起出來的 但是工程技術活動的論理問題 成為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 包括成為學術的對象 也就是說形成一門學科 它是二十世紀中葉以後的事情 簡單來講 可以從這樣的兩個過程來看 第一個過程就是首先 技術的論理問題的形成 或者說人們對技術論理問題的關注 是和科學倫理有關係的 對科學活動中的論理問題的關注 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末期開始的 大家知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末期 有兩個重大的事件 一個事件 就是美國在廣島不長期 扔下了那個輪胆 當時使得一些科學家的靈魂 受到了巨大的震動 像著名歐理學家鄧海默 他在日記中就寫照 就是當他看到院子上面 那種巨大的殺人威力的時候 他寫 我現在是不是就變成了殺人兇手 所以在1945年 第一期的美國原始科學家風報上 就第一次出現的這樣的字眼 就說以往科學家們不會對他們的成果的應用 不是 以往科學家們不會考慮他們的成果的應用 而今天當原始戰出現以後 科學家們就說必須考慮要對他們的研究成果的應用 負起責任 第二個事件就是在二代結束的時候 就對這個德國的納粹醫生的審判 它給科學界帶來的一個巨大的震動 就是說以往我們認為是造福於人類的醫學 可以變成一種很凶殘的殺人手段 當然了日本的秦蘭妖國隊他們做的 實際上比這個德國人是還要差不多的多 這是二戰結束的時候 對科學界震動最大的兩件事 這件事然後一直到1903年吧 大家都知道是一個美術作家 他發表了一部很有影響的著作 就是《寂靜的春天》 在那裡邊他描述 在南京冰川甚至在母親的乳汁裡邊 都複集了DDT 也就是說以往我們是認為 是對人類有利的技術的東西 它的累積起來的效果 可能會產生長遠的有害的影響 甚至可能會使地球上生物滅絕 不再看到仙蛙射牌 也不再聽到喵叫 這就是所謂的《寂靜的春天》 一般的人們認為 實際上這三個大的事件 就是科學技術界開始注意到倫理問題的起點 就這個問題的發展在第二個階段 實際上是在什麼呢 是在這個大家都對這個可能比我熟了 就是七十年代七三年左右吧 那時候那個衝突DLA的工程 是吧 開始呢發展起來了 這個時候呢 當時美國那個加利畢尼亞大 第一個中英的分子生物學家 保羅羅伯 他給科學家寫了一封信 他提出這樣一個問題 就是說 第一個 當科學家不知道自己的成果是對社會 當科學家不知道自己的研究 能否對社會產生危險的時候 科學家應該自動地終止自己的研究 這是一個 第二個呢 人們注意到 就是在衝突DNA的過程中啊 可能對人類造成有害影響的一些東西 它不僅會出現在研究的結果中 有可能還出現在研究的過程中 這個在對於科學界來講 它又是一個很重要的變化 因為我們以往都是講是吧 科學研究是自由的 在這個保羅伯伯的信中 他第一次提出了這樣的問題 就是說 科學研究的過程 它可能是和人類的利益相衝突 就是自由研究 它可能在研究的過程和研究的結果中 對人類帶來一定的危害 和這個世界同時 幾乎是同時出現的吧 大概是1964年那個什麼 世界人生組織的那個 《赫爾辛基宣言》 《赫爾辛基宣言》裡邊 有一句也是很值得注意的話 就是說它講 就是當受試者的利益啊 和這個醫學和醫學進步 以及社會發生矛盾的時候 應該呢首先遵懂受試者的利益 它實際上在這句話還是簡單 它實際上揭示了一個問題 就是說科學的進步 社會的發展和個人的利益要求 這三則並非總是實時一致的 而是他們之間可能會發生衝突 如何處理這三則的關係 應該是一個重要的倫理問題 就是技術倫理啊 它出現的背景 主要是在科學倫理啊 科學家持續地 開始持續地注意倫理問題 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出現的 當然了它和這個 技術中的一些具體問題有關 你比如說在六十年代 美國呢連續發生了幾次重大的那個 技術事故 引起了什麼樣的美國社會的震驚 你比如說我舉一個小例子吧 就是有一個著名的 就是所謂的一個半馬車事件 就是當時那個美國福特機車公司 它為了和這個日本正市場 它生涯了一種小型輕型汽車 這種輕型汽車呢就是所謂的半馬車 這半馬車的設計過程 就是它只用了兩年 就是投入市場了 投入得很快 但是在設計上是有缺陷的 那個設計缺陷的就是什麼呢 它為了這個車體小 而且重量輕 它的那個車的那個後軸啊 和這個油箱離得很近 這樣呢如果車 如果車的尾部受到強烈的撞擊 車的尾部受到強烈的撞擊的時候呢 那個後軸上的那個螺酸呢 就可能滑回油箱 使得這個油箱裡的汽油 噴進到駕駛室裡邊 引起這個火災或者車尾燃 問題不在於事故 而是在當時這一位 就是福特公司的一個工廠師的報告 這個工廠師的報告它算了這麼一筆帳 就是說如果改進那個 就是說改進那個當時流行的市場的輕行車 每張車呢需要多幾十美元 這樣呢按照全年的產量呢 它應該是三點七個億 如果按照事故的發生概率計算 那麼呢當時美國的流行的價格嘛 就是死一個人是二十萬美元 回一輛車是七萬美元 大概一刀罪是多少等等 說這樣的 多個公司每年只要付出幾千萬美元呢 就足夠了 所以呢按照這個工廠師的問證 這種輕行車不需要改進 而且要繼續生產下去 很明顯這裡就涉及到什麼呢 就是人的生命的價值和市場利潤等等 這些類的比較 這件事在美國當時是引起了很大的轟動 就是朝野上下都在討論這件事等等 就是一系列這樣的事件吧 引起了人們對工程技術中倫理問題的注意 就說工程技術倫理學吧 它應該是由此而產生的 那作為這個工程技術倫理學產生的一個標誌呢 應該是一個叫做 漢斯尤納斯的德國裔的美國學者 這個人名稱現在很小 大家可能都聽到過 他在1979年的時候 他寫了一本很著名的書 叫做《責任之原理 技術時代 倫理學的探索》 他的主要觀點呢 是這樣的三個 第一個就是說 知識曾經是被我們看作達到幸福的手段 但是在我們這個文明中呢 對知識的濫用呢已經變成了災禍和不幸 科學技術的創新能力呢 與他的摧毀的潛能的發展之快 已經遠遠超過了倫理的進步 從而產生出許多我們目前無法解決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監討以往的倫理學 他認為啊 可是以往的倫理學涉及的只是人和人之間的 直接的關係 尤那斯把它稱為近距離的關係 就是說他從來不考慮過兩個東西 一個是人類生存的這個全球性的長遠條件 另外一個呢 就是考慮這個物種的生存 所以呢 相應的 在我們今天這個技術的時代 我們需要一種新的倫理學 就是說這種倫理學 因為呢 包含著對未來的預見 包含著對未來的責任等等 他把它稱為這個預見和責任的人類學 而這種預見和責任的人類學的基礎 就是說要對人們呢 進行資源的限制 尤那斯對這個問題 就是論證的 論證的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 由於我們呢 就是我們今天呢 應該對科學技術 對發展科學技術 和對科學技術成果的應用呢 抱一種更加神慎的態度 這種神慎 不是由於我們的力量過於弱小 而是由於這種力量過於強大的 一不小心 它就能整個的毀滅人類 所以啊 他把他自己的倫理學啊 也叫做一種那個 神慎的和這個恐懼的倫理學 就是說 他認為啊 恰恰對這種手中過分強大的力量和恐懼 使得呢 我們今天要格外注意倫理的題目 當然了 尤那斯的這些說法呢 也遭到了一定的批評 就是說 有些學者認為啊 如果我們對科學技術的態度 僅僅是建立在這種恐懼和神慎的技術上 那麼呢 它一定會阻礙科學技術的發展 和尤那斯的這個說法相類似的 就是我們國內啊 大量流行的這種 所謂副作用 這種概念 就是我剛才開始的時候說的 科學技術的副作用 是要求有靈門科學技術文明學的原因 但是啊 我想指出的是什麼呢 就是這種說法 它主要是產生於二十世紀的六十年代左右 我們天上講的 是把人民對這些問題啊 開始給一個較多的註意 並且呢 至少你比如說 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美國 它有些頭的情況 比如說反越戰 包括反對美國在這個 越南戰爭中使用化學武器了等等 所以那個時代啊 整個在西方 特別是在美國 它的整個社會氣氛呢 是已經反技術的 所謂這個反技術主義啊 這個浪潮啊 就是在那個時代出現的 但是啊 在二十世紀的七十年代以後 實際上這種狀況 它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 這個改變就是開始 就是開始的時候 我提到那個原因 就是當這個全球化出現以後 是吧 人們發現這個科學技術 特別是技術 它幾乎是所有資源中 最重要的資源 它也是人們那個發展經濟 增強活力等等 它是最有利的手段和工具 所以啊 首先是在西方社會 特別是在他們的政府中 對技術的態度 已經有了很大的轉變 你比如說 我看到 在1994年 當時的那個美國總統克林頓 和他的副總統科爾 倆人合作寫了一本書 題目就叫做 《科學與國家利益》 就是美國的國家利益 它其中書中寫到 科學 有錯了啊 這不是技術啊 是既是 既是無盡的資源 既是無盡的前沿 也是無盡的資源 是國家利益中 一種關鍵性的投資 兩年以後 美國國務院發表了一本 配套的著作 那本著作的題目叫做 《技術與國家利益》 它這裡邊講 就說技術上的領先地位 對於美國的國家利益 比歷史上的任何時期 都顯得至關重要 除了美國以外 你比如說 在克林頓發表他的那本書之前 1993年 英國政府呢 發表了一本白皮書 那個白皮書裡邊呢 它全面恢復了三百多年以來 英國的科技政策的變化 特別是講到 三百年以前 就在牛頓那個時代 是吧 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學論文 是吧 每十篇裡邊就有一篇 是英國人寫的 或者是有英文寫的 可是呢 今天啊 這種時代已經風風不在 所以啊 它就是 那個白皮書 就強烈要求英國政府呢 改變以往 對科學技術的 自由放任的政策 要求加強對科學技術的 投資引導等等 就是說在二十世紀呢 從七十年代開始 我看到了很多的西方國家 當然也包括日本 在發表這點東西 就是說他們開始呢 全面地檢討科學技術的政策 並且呢 試圖更多地從基地的方面來看待科學技術 相應的政策也有很大的變化 你比如說 美國它在一九七二年成立了國會的技術軍部辦公室 那個時候呢 主要就是對可能 就是可能造成危害 特別是可能造成那個環境危害的技術呢 強制下馬 像美國對這個高速的超越速飛機的研究 就是那個時候下馬的 到了九十年代呢 這個美國的這個技術軍部的辦公室呢 它解散了 當然了這個解散呢 它並不意味著倫理問題啊 在技術活動中不重要 而是反映了一種轉變 這個轉變呢 我可以粗略地描述為兩個方便 就是說一個方便呢 一個方便呢 就是說要求倫理學啊 不僅僅它是在要限制科學 要求倫理學啊 不是要限制科學技術的發展 而是呢 要和科學技術共同發展 就是說 在科學技術發展中 倫理學本身也要創新 要隨著科學技術發展呢 一方面是解決科學技術發展 帶來的倫理問題 另外一個方便呢 也呢 通知了 也要促進和幫助科學技術發展 當然了相應的 就要求把倫理學的研究呢 涉入到科學技術發展的具體過程中去 也就是說不要等到最終的成果出現了 最後的問題出來了 我們再進行倫理的評判和解決 而是呢 跟隨著科學技術的前進的步伐呢 來不斷地解決問題 這就是我在開始的時候提出來啊 提出來就是說 關於技術倫理的問題的提出啊 它實際上是有時代的背景的 這個背景呢 它直接決定了問題的提法 所謂那個什麼 和問題的指向 或者更具體的說 就是說 我們看二十世紀的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和九十年代以後 至少在國外 它這個問題的提法呢 是不一樣的 如果說六七十年代 再對這個科學技術開來 它吃更多的 從頭內上的批評態度的話 那麼呢 在六七十年代以後 還是可面臨了更為功能的 和客觀的態度 所以啊 這就是我開始 引入這個問題的那句話 我覺得這個單純強調副作用 恐怕是有問題的 道理就在這兒 如果讓我回答一下 你說啊 為什麼我們今天 需要一份科學技術的日理學 我想這樣的表述 實際上這個表述啊 是四個方案 而且這四個方案 實際上說 我開始也用的那個 英文的那個優引 1932年的那個報告的提法 是很相近的 就是說 首先 是由於這個科學技術呢 在今天已成為一種無比巨大的力量 是吧 它的影響呢 廣闊而深遠 第二 就是這種 這種力量呢 它又以空前的速度在發展 以致呢 我們對它可能引發的各種變化 甚至對它本身的含義 都來不及 理解和把握 當然了 就是說在道德實踐 在社會政治安排上呢 嗯 也更不善 是吧 這是 這是兩個 第三個 就是科學技術的發展呢 又內在的具有 不確定性 這個不確定性 你比如說 嗯 我們學 我們學 就是說 你比如說吧 我們在進行那個 用 我們實驗室一種生物的製品 或者化學的製品 是吧 這種東西 當我們把它投入到 原來的自然循環中去的時候 它在這種相互作用中 可能產生的結果 是不確定的 這種不確定 並非是由於我們 我們認識的局限 是吧 而是說 它的這個作用過程和結果 它要隨著這個事情 本身的發展而展開 嗯 另外一個 就是人呢 就是這個 嗯 就是說 就說 對這種 當科學技術 它投入到社會的 投入到社會的運用 或者說 投入到自然的環境中去的時候 它本身就是帶有巨大的風險的 風險這個詞 我想大家今天不是很陌生 是吧 這個德文那個 沃里奇貝克 它就提出一個風險社會的概念 它認為那個 我們今天的 今天的 今天的現代形成 今天的這個現代社會呢 嗯 就是一種風險社會 當然了這個 所以貝克爾它是從那個 政治方面來講的 我覺得呀 這個科學技術啊 本身 它就是使我們進入這個風險社會的 一個原因 科學技術 我們都知道 它是講創新的 是吧 什麼是創新呢 它創新實際上 它就是 使我們不斷地離開我們原有的這種 穩定的 安全的 是吧 遺致的環境 去進入一種新的 充滿風險的 未知的環境 等等 所以實際上 創新本身就是可以用人類進入風險社會的一個巨大地點 何況 今天呢 我們那個 處在一個 幾乎是長個兒的一個人工的世界中 這種 這種人工的世界呢 它和這個 因為自然的 自然社會嘛 自然的世界嘛 它是長期進化的 所以呢 它是有相當的相對穩定性的 而這種人工的世界呢 它是緊緊地發展起來 一百年 兩百年 很可能呢 就說 它自身呢 有很多 不安全的因素 等等 總之吧 在今天 原本研究這個 技術可能帶來人類問題的時候 很重要的是把它喝 它可能還有個風險 和這個 我們今天所做的風險社會 是聯繫起來的 簡單地說呀 就是如果 如果講我們為什麼需要一門 技術論理學的話 我認為主要是這樣的幾個原因 這是我要說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啊 就是談談這個當天啊 技術論理學 關注的幾個主要問題 第一 這裡邊我列了三個 時間關係啊 我重點談第三個 第一個和第二個 我簡單地說一說 就是第一個問題啊 是科學家和工程師的社會責任 這個問題啊 剛才我們在談這個 尤拉斯的時候 我們已經談到了 這裡邊 我主要引用了這個 德國的哲學家 漢斯文克 他講的為什麼 我們今天要強調科學家 和工程師的社會責任 底下呢 有一部分問題呢 我們會留到第三個問題呢 來討論 尤拉斯講的六條 就是說 在工程技術裡面 出現了六個變化趨勢 使得責任的問題突出出來 這六個趨勢是 第一 技術措施及其副作用 影響到的人數 激增 第二 自然系統 開始受到人類技術活動的干擾 甚至支配 第三 人本身也受到技術的控制 不僅通過要理作用 通過大眾媒體和對潛意識 通過大眾媒體對潛意識的影響 而且呢 潛在地要受到基因工廠的影響 第四個就是信息技術 它本身的技術統治趨勢加強 第五個呢 就是能夠意味著應當的 技術命令 大型渠道 能夠意味著應當啊 這是當時在美國製造清淡的時候 提出爭論的一個東西 就是當時 要不要製造清淡 當時在物理學家中呢 產生一種激烈的爭論 就是我剛才提到的物理學家奧巴海默等等 他們就激勵反對呢 到發展清淡 而這個 當時被稱作這個 美國清淡之部的物理學家 哈勒 他就執政管一種態度 他講了一句很有名的話 就是說 凡是我們能夠製造的 我們就應該把它製造出來 這就是所謂這個 能夠意味著應當這句話的來源 實際上 後來啊 在關於技術人類學的討論中 能夠和應當的關係啊 是成為 始終是討論的核心話題 就是說 我們有能力製造出來的東西 是不是我們就應當把它造出來 或者說 我們有能力造出來的東西 我們就一定要把它造出來 這個是技術和應當的討論的 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第六個 就是我們對人類極其自然的系統未來 具有重大的影響力 這個如何強調 就是除了傳統的因果責任以外 所謂因果責任指的是 實際上 人們在講這個責任的問題的時候 就是責任啊 通常他們討論的這個概念就是 Responsibility這個概念 它的詞根 大家都知道 是那種響應的概念 就是對人類的 對責任的討論 實際上是兩種觀點 一種觀點是古代的 你比如說講哲學家康俄 他的觀點 就是要從人們的動機出發 來考慮這個責任問題的 善良的動機 而現在呢 大量的人類學家 是從後果來討論的 從後果來討論責任 就是所謂的因果責任的概念 這是關於科學大學工程師的 社會責任問題的一個簡單的介紹 這裡面我只介紹了 通過倫敦的話介紹 為什麼我需要講論理責任 至於倫理責任中的複雜問題 我在第三部分要談一談 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高技術的發展與社會功能問題 這是我在開始的時候 就是在講第一節的時候 我提出來的問題 所以這個問題啊 這個問題的最早注意啊 是我在上個世紀的後期 就是一下在那個 開始是在信息技術出現之後 立刻呢就出現了所謂的信息鴻溝這個概念 我看到的資料從1995年到20000年 是吧 美國那個國家這個 原生信息管理局 他就曾經四次談會 四次談會 就討論信息技術的發展 可能帶來的這個社會不公平的問題 後來啊 我進一步查資料的時候 看到了那個 聯合國的1996年的 人類發展報告 還有那個 世界延長的1995年的發展報告 它那兩個報告裡邊 它都列舉了一組數字 就是這組數字的講 如果我們把這個地球上 最窮的五分之一的人 是吧 放在一邊 把最負的五分之一的人 放在另一邊 那麼呢 這兩類人的收入的比例 在六十年代呢 是三十比一 到了九十年代 到了那個1994年 這個頻度的差距呢 擴大到了七十四比一 也就是說翻了一翻 還要多 而這個 從三十年代 從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這個時期 正好是科學技術 大發展的時期 特別是這裡出現了那種 一些新的概念 除了我們剛才講的 技術問題以外 還出現了這個 知識經濟 知識社會 等等這樣的概念 實際上 它背後反映的是什麼呢 反映的是人類啊 一個方面 就是說科學技術 創造的比以往更多的財富 但是同時伴隨發生的 就是地球上的貧困差距 它越來越大 另外一個 就是說伴隨著 像知識經濟等等 這樣的概念出現的 它實際上的背後 是什麼呢 是我們今天 人類已經找到了新的 創造財富和 產生權力的這樣的手段 而當這些現象出現的時候 同時出現的 確實 屏幕差距越來越大 這樣的問題 於是呢 很明顯的 它提出了這樣的問題 就是說 在這兩種 平行發展的現象之間 科學技術和知識 給我們帶來 越來越多的財富 和地球上 人類的屏幕差距 越來越大 這兩種 平行發展的現象之間 它有沒有一定的關鍵性 這就是我提出來這個題目的原因 實際上這個問題 我是最早在上個世紀末 99年吧 在德國阿德納基金會 他們組織的一次討論 提出了這個問題 後來到近年 我發現 比如說 在美國 一些技術學家 開始把這個社會經濟的問題 列為技術學討論的 三大關鍵問題之一了 這裡我僅僅是 最簡單的 從理論上概括一下 就是一個是高技術 和它的產業化的出現 另外一個是後學院科學的出現 所謂後學院科學 是德國的科學社會 原則上還是為知識而知識的 而今天的科學呢 它已經變成一塊 被切割的大大小小的 這樣一種拼 大大小小的一塊一塊的拼圖 這個拼圖呢 每一個領域 占這些力量的 它說實際上 大量的政府 投資者等等 說科學呢 已經開始 按照這些人的利益呢 來生產自己的知識 這就是所謂這個 後學院科學的 概念的出現 確實啊 你比如說 看今天的科學 你比如說 我加入這個 人類基因 基因組的拼圖 是吧 我拼圖一個基因 然後立刻 它就可能了 就是說明顯的 還有兩種結果 一個結果 就是說它可能用於一 是吧 比如說我們 破一套基因 然後被製作 它和放血壓是有關係的 另外一個 它就是和藥有關的 它可以呢 直接用於這個 藥的生產 是吧 就是說大量的科學結果 大量的科學研究 第一個 是在今天呢 它同樣是需要 高投資的行為 另外一個呢 既然我們講投資 它就要求回報 所以啊 在這個 今天的科學啊 很多的 很多的知識 它實際上 已經是存在這個 就是說已經是 被商品化 而這個 在被商品化的過程中 它帶來很多複雜的問題 你比如說吧 我 我 到了我才知道 大家主要是學醫的 是吧 你比如說 我們今天的醫學的過程 我看到那個 這個 1998年吧 是吧 世界衛生組織那個 關於這個醫療資源的 分配的排名 是吧 認為是 如果 如果講這個 就是講這個 醫學資源的分配的公正 這個排名 中國是在全世界是 給排的一個倒數第四位 一百七十八個國家吧 大概是排的一個倒數第四位 就是說 你比如說 我們這個醫療資源是有限的 是吧 在這個醫療資源的分配中 是吧 它有這個基礎醫學 和這個醫學技術的發展 這樣的分配 是吧 也有呢 用於預防的 和用於治療的 這樣的分配 是吧 還有呢 在不同的科學家之間 進行的分配 等等 這裡邊 就有一個 資源的分配的問題 另外一個 它就有一個什麼呢 相用的 還有一個 這個資源的使用的 公正的問題 那我舉一個 醫學以外的例子吧 就是 四十年代 美國那個 加利福家大學的 一批工程師 他們研究了一種 土豆收割機 這雙土豆收割機呢 是 適合於大面積的 土豆收割 於是 當這個機器 推廣時間以後 就 就在這個 加州 造成了這個 六百多個 小農場主的破產 和這個 三千多名 這個 農業工人失去 原來的職位 所以啊 後來當地的一個 一個組織吧 就把 加利福尼亞大學的 這批工程師呢 告上了法庭 理由是什麼呢 理由就是說 他們用了國家的資源 支持了大農場主的利益 而造成了小農場主的破產 和農業工人的實驗 這就是一個科學技術 成果的使用的 應該是一個典型的問題 是吧 關於這方面的例子很多 我不想多去 就是說 我在這裡啊 只是指出 指出啊 實際上 這個工程問題啊 包括 它的帶來的利益 它付出的代價 和這個 所帶來的風險 和工程分散問題啊 它是 就是越來越多的 引起了全社會 包括醫學 就包括這個 生命醫學研究領域的人們的主義 因為我在美國 我在看前年的時候 我看那個美國的 《紐約時報》 好像那天七月份吧 就是有一條 有一條 標題就是什麼呢 就是為了買一種新藥 我們那些人要付幾次款 它這一講就是說 因為新藥的研發 大部分是由國家投資所基礎的 然後呢 在這個新藥上市的時候 它頭一些年 一定要為了保持高利率 定一個很高的價位 要收回成本 他說 所以我們納稔人 在購買一種新藥的過程中 我們實際上是付了兩次錢的 甚至是更多的錢 這也是一種技術成果的分配問題 總而言之吧 如果你認真地看的話 在技術成果 包括那個技術交易等等 這裡邊可能有大量的社會功能問題 而作為一種深層的社會背景的 就是什麼呢 就是技術和知識 今天已經變成了 我們創造財富的一個重要手段 而當一種創造財富的重要手段出現以後 它一定會引起這種社會分配的某種問題 也就是說人們要重新提出這個分配公平的問題 這是我們提出這個問題的一個基本的背景 展開我就不展開了 我想主要談談第三個問題 就是當前技術發展的新特徵 和提出的新問題 技術發展的新特徵我想強調兩點 第一點就是說 我們前面講的四大的代曝匯率技術 就是納默技術 生物技術 信息技術和認知科學技術 是吧 這四大技術發展它第一個特徵就是使得 我們對自然的理解和對自然的改造 進入到一個基礎的層次 就是一方面 從物理學上來講 它實際上是進入到原子核的層次 從生物學上來講 它是進入到基因的層次 而這個常識我們都有的 就是我們的宏觀世界 就是在原子和基因 就是我們宏觀的物理世界 是在原子的基礎上構造起來的 所有的物理性質體現出來 實際上都是原子以上 分子以上的層次的性質 這是我們宏觀物理世界的基礎 另外一個生命世界 它是在基因的基礎上構造起來的 所以就是說 如果我們確實掌握在原子和基因 這兩個基礎上構造世界的能力的話 實際上我們就有了重新構造整個世界的能力 我覺得這一點呢 它是技術發展的一個關鍵轉生點 也就是我們說今天的技術 它變得力量變得越來越大 典型的表現正好是表現在這裡 就是說我們在今天科學的發展和技術的發展 已經是我們有可能在原則上重新構造整個世界了 那麼構造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顯然它會成為重要的問題 所以今天很多人講 就是我們面臨的很多科學技術問題 它不是技術問題 而是論理問題 道理就在這兒 這是第一個方面 第二個方面就是技術對象的變化 就是在以往我們講的那個技術 主要是以機械技術為核心 或者是被代表的 在那種技術中 我們的身體自然而然的就是觸發點 我們經常打比方講 就是計算機是我們大腦的延伸 騎車輪子是我兩條腿的延伸 某某工具是我們人手的延伸 這種真正比喻大家是很熟悉的 就是說在以往的技術中 總是我們人是出發點的 或者講的更形象一點兒 總是我們人拿著解剖刀去改造自然的 可是當生命技術和納米技術 和信息技術發展起來以後 技術發展的矛頭或者技術發展對象 開始出現一個轉變 這個轉變就是今天的技術 越來越以對生命和人本身的改造為對象 這是今天技術發展的第二個變化 就是我們不僅僅在重新設計生物的結構和功能 而且實際上已經重新在設計我們自己的身體了 這裏面除了有生命醫學技術以外 還有信息技術 就是這裏這個 我提到這個西伯格和這個比奧伯格 就是這樣的一個意思了 這個西伯格就是六四年吧大概 就是美國一幫女孩學家提出來的 他們提出來什麼呢 就是說為了能適合這個遠距離的魚肉航行 我們必須用藥物的和生物的方法改造人的身體 你比如說我用反應鏡 它可以使人的代謝緩慢 另外一個我們進行魚肉航行的時候 不需要這麼大的骨盆 也不需要這麼長的下肢 於是有科學家首先提出來 這個下肢殘疾的人也許可能適宜做魚航行員 然後有科學家繼續進一步提出來 我們能不能培養出一種人類 這種人就是小骨盆短下肢 這樣他們就可能完成未來的魚航任務 這是西伯格這個詞的來源 標準就是生物的雜合體 你比如說西伯格在今天 人們已經可以在大腦裏邊 或者植入芯片 不管是增強技藝也好 是增強對外的感受能力也好 實際上它已經是一種人和機器的一種混合體了 由此提出來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今天 完全可以從在大腦中植入芯片 到設計嬰兒的性別 這些技術我們都具備了 也就是說對生命的改造 我們今天已經有了大量的手段 今天我可以拿一個雙眼皮 明天我可以做一個龍胸手術 後天我可以把某一個關節 甚至把體內的某一個循環換成是機器的 就是由此一步一步地改造下去 就是到什麼時候 我們就 人就不再是人為 這裡邊可能有一個界限 而且它本身會帶來哪些重要的社會問題 這個東西呢 開始提上一上 這是我說的今天的技術發展 它也帶來它產生的第二種重大變化 我覺得這兩個重大變化 是今天的技術發展中的突出實現 由此它使得這個論理問題 比以往會變得更加突出 作為一個例子 作為一個例子吧 我想簡單說一下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沒有 就是在當這個 所謂這個斯拉帶頭匯具技術出現以後 在美國呢 它出現了關於所謂的後人類 或者超人類的討論 就從2001年開始 一些人實際上 其中很多是科學家 他們開始提出一種 所謂的這個後人類 或者是超人類宣言 其中呢 最重要的就是要在這個知識 自由 壽命 智慧等等 這些地方呢 由人工進化來主導人的進化 或者說 用他們自己的話說 就是說人的自然進化 到今天已經終結了 今後的進化 就是人的這個 通過人用納米技術 網絡技術 生命科學技術等等 來主導人的進化 以使我們獲得更活躍的能力 一種更長的壽命 更靈靈的反應等等 而這個 作為這種超人類主義 就是說超人類主義宣言 它背後的哲學的觀點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觀點主要就是這樣 兩條或者三條 一條就是說 徹底貫徹啟蒙精神 把這個無限進步 理性這樣的觀點 貫徹到底 第二個呢 就是說 或者說 肯定一種無限擴張 無限擴張的觀點 也就是說 對限制的永恆超越 認為不應該有任何力量 來限制人的個體的自由發展 也不應該有任何力量 來限制科學技術的發援 特別是限制他們 對人本身的感受 就是這樣一個問題 當然那個 後勒類主義提出以後 它在哲學上 就是說 不是在哲學 在美國社會 還引起了很大的討論 包括一些社會學家 宗教學者 當然也包括科學家和哲學家 投入這場討論 關於反面的意見 我這裡只舉塔茲 這個人可能大家稍稍知道一點的話 就是 著名的生理論理學家 也是美國那個 總統生活論理演員會的一個主席 或者是總部分 他對這個 所謂這個 後人類現象 就是說通過這個 生理技術 納米技術 等等 徹底改造人類 他提出了這四點的懷疑 他認為啊 就是 當我們 就是尋找 用科學技術手段 來製造更好的後代 更卓越的能力 更長的壽命 等等 實際上 這裡邊 第一 就是說 它要嚴重的涉及到健康與安全的問題 也就是說 為了自我完善或者自我滿足 而使用的生物手段 並沒有一個是完全安全的 第二個 要涉及到社會的競爭的公平 就是說 使用的增強 增強而不是這種製造技術 使用的增強技術的人呢 他可能在社會上 具有 不公平的優勢 因為如果 我在大腦裡 植入一個記憶芯片 和其他同學一起去 進考上參加考試的時候 可能就是不公平的 是吧 如果我們社會上 把這個 升高1.8的人 是吧 就定為一種正常的 或者是健康的人 我們都使用這個 醫學增強的手段 使人呢 盡量都展高1.8 那麼1.7.6的人 可能就會在社會上 受到歧視 這也是一種不公平 等等 第三個就是 分配正義 就是說現存的貧富 可能因為基因技術 而進一步拉大 另外一個 他還提到一個 資源分配的問題 就是說既然還存在著 大量的基本 醫療需求不能滿足 那麼呢 我們為什麼 要把這個有限的資源 投入到這些高端的技術上 第四個 就是說我們最終的目的 往往是 就是說我們最終的什麼 最終達到的結果呢 往往是和自己的初衷 可能會產生矛盾的 就是說即使這些追求都是好的 但從人類社會的整體來講 也許會最終帶來一些 自己不想 就是說自己不想看到的結果 它主要是從這次的方向來 來對這個 就是我們前到這個 後人類主義 特別是那個 後人類主義宣言呢 進行了批評 從理論上講呢 它實際上 它是 就是它提出了這樣幾個問題 就是第一個問題啊 前到這些 前面提到這些新技術 其實呢它要涉及到 我們對什麼是自然的人 什麼是對人的尊嚴 以及對人擁有的恰常的尊重態度 這樣的懷疑 第二個呢 就是 新技術與其傲慢的態度 看待自然所給予的 第三個是 新技術切斷了人類活動的尊嚴 第四個是 人的自我同意性和個性 在新技術面前受到挑戰 這裏不方理解是第三條 第三條 第三條 實際上 實際上 實際上卡斯他說的意思 就是說 我們人類的大量的活動 就是說實際上 我們人類的大量的活動 它都是已經自然而然的 換句話講 它並非是 完全是功利的 你比如說 我們的很多工作 生活 愛情等等 大量的活動 我們並不是要追求某種獎賞 或者是追求某種利潤等等 可是 當新技術出現以後 我們把 不是 就是當這些新技術應用以後 我們把大量的 原來我們這種自然而然的生活 變動了 一下子 就可以完全用技術來製造 或者用技術來取代的東西了 於是呢 我們的生活 就完全失去了去原因 甚至是完全失去了價值 當然 也就完全失去了人的尊嚴 它實際上是講的這樣一個意思 這裡我沒有做出這個評價 我只是把這個正面文和反面文件 概略地給大家列出來了 我倒希望大家能夠參與這樣的討論 至少是參與這樣的思考 當然了 就我個人來講 我是不能夠完全同意這種超人代或者後人代的這種觀點 但是一個人像卡斯 這樣著名的生命論理學家 他們的觀點 是不是有些傾向過於保守 這個呢 我想還是值得研究這個 總而言之吧 現在這些正論的 它實際上已經涉及到一些基本的哲學問題了 人 人的身體的本體的問題 人本身的道德地位問題等等 就是說這些討論是重要的 我這裡只是想強調一點 就是說當我們介入這些討論的時候 我們應該是給出理由 就是說介入這些討論的時候 論理討論吧 最重要的就是 不是說我要提出一種阻詐 或者是我要堅持一種阻詐 而是要進行一種理性的思考 換句話講 要進行一種理性的論證和理性的交談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什麼呢 就是當我們提出一種主張的時候 總要為自己的主張 為自己的主張做出辯護 就是說要給出恰當的理由知識 關於第三點 就是第二部分 我就簡單地談到這裡 我時間太運完了是吧 好吧 第三個問題 我還是說得簡單一點吧 就是第三個問題 我們講技術論理是一種實踐論理 第一這裡我主要談兩個問題 第一個我想解釋解釋我說的實踐論理 實際上 這裡我想說的是 這個原則的應用 把理論應用為實踐 它可能不像我們過去理解的這樣簡單 這是我第一個題目 實踐論理的含義 第二個題目 就是說當我們強調實踐論理的時候 我們很重要的是要強調這個論理衝突的解決問題 首先第一點 談談實踐論理 通常人們把這一組論理學問題 比如說技術論理學問題 生理醫學論理學問題 都稱作應用論理學問題 也就是說 如果從字面上理解呢 就是說把一些論理的原則 應用到這些工程技術 醫學等等活動中的問題的解決中去 但是實際上問題並不是這樣簡單的 無論我們是講應用論理學也好 還是講實踐論理學也好 它都有一個很重要的特徵 這個特徵就是它所面對的問題 是來源於生活實踐的 而它最終的結果也是要解決問題 而最主要的還不是要發展理論 由此這裡帶來了一些其他的特點 你比如說在這裡邊它的推理過程 就不是那種簡單的演繹邏輯了 就是從前提嚴格的大前提嚴格的 嚴格的一步一步的推出結果 而是包含著很多像類推的選擇的 權衡了甚至是什麼呢 甚至妥協了等等 包括了像這樣的東西 也就是說包含了很多的實踐的智慧 和實踐的策略性 實踐的策略這樣的東西 當然我這樣講還是抽象 還是舉例子吧 就是關於東京都協議 大家都知道 就是現在我們國內也開始實行 就是可以出現購買二氧化碳的排放的份額 就是當時在東京都協議開始出現的時候 我那時候我就感覺很不理解 就是好像是發達國家 它可以憑著財大氣粗來購買二氧化碳的排放的份額 後來我看到東京都協議的具體產生過程 我才發現問題不是這樣簡單 就是一些經濟學家他們發現 如果我們把空氣淨化到80% 這個當下技術還是比較容易的 往下如果每提到一個百分點 就需要大量的技術和資金的投入 也就是說它開始呈現這種所謂的指數增長 於是經濟學家提出的問題是 與其我們投入大量的資金和技術 去提高空氣淨化的可憐的幾個百分點 何如我們把這筆錢拿出來 支援發展的國家的發展 而且實際上不發達本身也是造成環境破壞的一個重要原因 於是這就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協議的出現提出的根據 顯然它這裡邊並不是某種原則的貫徹 就是堅決反對溫然環境等 它而是什麼呢 而是根據實踐的一種權衡 甚至包含了某種可協 實際上在人們真正來解決科學技術理學 遇到的大量的現實問題的時候 往往是採取了一種實踐智慧的運用方式 而不是簡單地把理論搬到一定的具體條件裡面去 因為實際上那種作法我們大家都知道 它應該是教條主義 這種實踐論理的第二個重要的方面 就是現在被論理學界寡犯接受的 就是說在解決這種科學技術帶來的論理問題 包括社會公正問題的時候 由於它涉及到了社會大量群體的利益 所以對話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說不僅僅是科學家工程師 也不僅僅是論理學家 而且要求政府官員企業家等等 各種社會角色的代表 包括各種利益集團的代表 都應該參加到對話中來 就是說通過對話來達成一致或者妥協 這應該是當天解決論理問題的另外一個重要的思路 這裡我想談的第二個問題 就是實際上我們講 就是我們講這個論理問題 在科學技術活動中的重要 包括進行倫理教育 在工程技術和意見倫理學中的重要 它並非是要向學生灌輸一些教育 而是要傳輸一些思想 這種思想是什麼呢 這種思想就是說 一旦我們走上社會 所以我們肯定 當我們在和社會打交道的時候 肯定會遇到大量的倫理衝突 所以要學會適應和解決這樣的倫理衝突 而不是記住幾條僵硬的原則 這個應該是研究科學技術倫理學 也是進行工程技術倫理教育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 你比如說我看美國的工科學院校 他要求就是說 在全部的基本學分裡邊 必須有三個學分是工程倫理教育 在美國那個國家的工程師的資格認證考試中 也有那個十五分就是工程倫理的考試 實際上在醫學在其他領域它也是這樣 你比如說我們現在大量的那個 就是你們搞醫的大量醫學成果 你要到國外發療 他必須要求你有倫理委員會主任的簽字 在醫院裡邊他都要求建立倫理委員會 這就是說它的目標目的 或者說它的功能就是要解決這個倫理衝突問題 我覺得在工程包括醫學中 人們遇到的大量人類衝突中 有三類衝突是重要的 這就是我在這裡列出來的這個義務衝突 也可以叫責任衝突 第二個就是價值衝突 第三個就是利益衝突 首先它的義務衝突 這個義務衝突實際上它講的是什麼呢 就是一種身兼兩制或者是 但是兩種以上的社會角色的主體 它沒有辦法同時滿足這兩種職業的要求 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衝突 人們把它叫做義務衝突或者是責任衝突 我僅僅通過一個例子來講這個問題 就是有一個事件 大家都知道 就是美國那個航天號飛機的爆炸事件 就是那個大家都知道 那個事件大致上是這樣一個事件 就是航天號飛機 由於它那個 它需要的燃料很多 於是它的燃料瓶很長 那個長的燃料瓶 它就把它做成一節一節的 兩節之間需要焊接 為了防止漏氣 它要加一個橡皮墊 問題就出在這個橡皮墊上 按照技術要求 就是說當時使用的橡皮墊 是在零下二度以上 它不會變硬或者是變形 也就是說不會產生漏氣事件 當時發射航天號飛機的時候 恰恰是在美國佛羅里達 那個地方本來是很冷的 可是恰恰是連續幾天 氣溫都在零下二度左右 於是當時那個什麼 當時那個發展那個什麼 就是負責發射的這個公司 和這個美國航空航天局 他們開了多次會議 磋殺 而且是一再 一再退失的發射期 就是最後一次 當時那個公司的這個 一個業務主管 就對當時的這個公司的 技術主管 換上你的換上管理者的帽 就是用我們中國話講 就是把那個 把你的屁股做到管理者的一邊 就是說你現在重要的 你要考慮公司的信譽和訂單 因為我們已經是一再 一再退失發射了 所以呢 在當時啊 在技術上 確實沒有非常大把握的話 的時候這個 這個挑戰者號就發射了 結果是76萬公馬 爆炸 是吧 然後這個 這個 這個 問題還有第二個方面 就是世界以後 當時美國那個什麼 當時美國航天局啊 和美國國會啊 對世界進行調查 他那個 一個工程師 叫做 伯利斯喬利 他就 向那個調查局呢 出示了證據 首先要說的就是 在那個 在那個 航天 在挑戰者號發射以前 就是以伯利斯喬利 為首的一批工程師 他們是堅持反對發射的 就是 李歐就是那個什麼 就是那個 那個 相互一圈 他並不是絕對可靠的 而在這個 就是美國國會對這個事件 進行調查的時候 這個 這個 伯利斯喬利 他向這個調查組呢 出示了 出示了這個 他們當時做的很多 實驗的圖片 其中包括呢 在零下二部實驗的時候 這個 相機圈呢 被燒焦的 這樣的證據 於是呢 很明顯的 事故的最後 是責任者 是公司 並且是在技術上面 是一種技術上的過失 是吧 我舉這個例子呢 就是說 最後呢 這個 伯利斯喬利呢 他就是以這個 高密者的身份 實際上是灰溜溜的 離開了公司了 就是說 實際上 他作為一個工程師 作為一個技術專家 他應該對技術負責 這是一種角色 是吧 應該在這上面 講實話 並且堅持技術標準 另外一方面 他作為公司的僱員 是吧 他又呢 有責任來呢 不僅僅呢 是什麼 是為公司服務 而且呢 為了維吾公司的勝利 要創造立志 這就是那個 所謂的那個 管理者的帽子 和工程師的帽子 或者說 你屁股坐在哪一邊呢 這個問題 我們說的這個 義務通促 或者責任通促 就是說 這兩者利益 它並非總是一致的 特別是科學家和工程師 他懂政府的 或者是國家的 顧員 是吧 或者政府 國家 企業等等 這樣的顧員 是吧 他的職業要求 職業道德 和他的僱主的這個要求 甚至他們各自考慮的這個交準 並不總是完全一致的 這兩者之間經常會產生衝突 這就是人們所說的這個 義務衝突 或者說 責任衝突 關於這個解決這個義務衝突 或者責任衝突吧 是人們主要從兩個方面考慮 一個方面呢 就是 當不同的義務或者不同的責任 發生衝突的時候 我們總是可以給他一個排序 比如說 把當事人的道德權利 放在利潤利益的考慮之上 等等 這裏六條呢 就是 當前呢 倫理學界 大致承認的一個排序的標誌 就是把當事人的道德權利 把人權正義 把公共處置 等等 要放在一個優先的地位 至於解決的第二個方面 就是我們前面強調的 它實際上 是要 是要運用這個論理智慧 當然了 除了這兩條以外呢 今天 人們還有更多的 更多的主張 要通過組織 或者法律的程序 來解決這些問題 比如說 我們剛才提到這個 論理委員會 它就是一種好的嘗試 時間關係呢 我們就不一個一個地展開了 這是關於這個 張敏的一個背景呢 就是實際上 在現在這個 工程活動那個論理 當我們講到這個 責任論理的時候 人們實際上 碰到一個最大的困難 就是工程師個人 究竟能不能負責任 或者是能夠負多大的責任 這就是我這裏列出來 是兩個觀點 一個是德國的哲學家 羅伯爾的觀點 他認為 既然工程師 一個整體的和社會的事業 並且它其中還有 決策者管理者的作用 所以工程師幾乎 是不能夠負責任的 而這個 德國的哲學家 能夠具體的落實 這是現在工程技術 物理學中 討論的一個重要問題 換句話講 其實我在這裏列出來的 大量的東西 都是一些開放式的 現在人們並沒有 很多明確的節奏 第二個衝突就是價值衝突 我列的這個圖 它大致上反映了 在工程技術中 人們遇到的一些 基本價值的關係 其中圖的這個左側 我們可以看到 從這個 對功能的技術能力 到可獲利性 到公共福利 這是一條線索 另外一條線索 就是最基本的 安全 健康 環境質量等等 作為最高價值的 可以叫做 可以是社會發展 和個人發展 和社會質量 兩個方面 而作為基礎的東西 就是說 一個技術 一定要承擔一定的功能 另外一個呢 就是說安全 應該是一種最基本的 道理考慮 這是這個圖的 這個圖的 八個指標的基本含義 紅線 這個白線呢 它表示 就是說可以相互促進 或者支撐的關係 這個紅線呢 表示可能有的排斥關係 你比方說 我做一個藥物實驗 如果我為了保障他們的安全 和對人們的健康數字 我一定要投入大量的資金 是吧 而這個呢 和這個利潤本身 它就可能會產生衝突等等 實際上 這個對這個 對這個價值衝突 對價值衝突的考慮 和我們剛才講的 對這個義務衝突 是相仿的 或者說是相近的 因為這個 所以啊 它實際上 這裡邊實際上 人們也是在 主要採取兩種方式 一種方式呢 就是 各種不同的價值 它都是好的 但是呢 我們總可以對它 進行一個排訓 是吧 哪個是最重要的 於是呢 我們可以把它作為 優先滿足的價值 第二種方式 就是說 兩個工具 它同樣是好的 哪個都是不能捨棄的 於是呢 我們就要採取一種 權衡和比較的方式 你比如說 發展經濟和保護環境 這兩個工具 都是好的 都是我們需要的 但是 央格的講 發展經濟和保護環境之間 它總是有相互排斥的一面 常常是不可兼得的 於是這裡邊 我們就不能夠對它進行排序 或者說 我們呢 只能對它進行權衡 甚至呢 做出必要的妥協等等 這是第二個方面 第三個衝突呢 就是所謂的利益衝突 這個利益衝突啊 它實際上 它指的是一種什麼呢 可能影響人們 正常職業判斷力的情況 這裡我引用這個戴維斯 給利益衝突下的定義 它指的是一種境況 首先啊 第二就是 在這種情況下呢 某人呢 有利益衝突 當前緊當 第一條 某人P 與另一個人呢 處於需求P 代表他做出判斷的關係中 第二 P 具有某種特殊的利益 這種利益具有干擾他在這個關係中 做出 合適判斷的傾向 這段東西比較繞嘴 但其實它是兩個要點 第一個要點呢 就是它這裡邊的利益衝突 它主要指的是 對職業判斷的干擾 它主要側重這個方面 第二個方面 它實際上 它提出了一種 委託人的概念 就是第一條 P 另一個人屬於需求P 代表他做出判斷的關係中 這句話比較廢裂 它實際上 它就是一種等等 就是一種類似於委託人 委託人和顧客的關係 當然 你比如說我顧律師的時候 這種關係是明顯的 但是 在今天的社會中 實際上 這種關係是一種最普遍的關係 是吧 你比如說 我是一個病人 是吧 我可以很放心地 把自己放在守護牌上 讓醫生去宰割 或者我也可以很放心地 去搬進這所樓房 不必擔心地倒塌 等等 這些東西 它都有一個基本的社會背景 這個社會背景 就是對這種職業的信任 或者說實際上是一種委託性的關係 就是你作為一個醫生 我等於是把我的生命 是吧 委託為自己 當你作為一個醫生來說話的時候 你是代表你的職業說話 或者說 甚至說你是代表患者的利益來說話 所以這個影響這個 所謂的利益衝突 它主要是影響 當然受到一些其他利益的影響的時候 干擾的時候 有可能會干擾你的職業判斷 指的是這樣的意思 還是通過故事來說明吧 就是 上個世紀末吧 在美國 1998年 在美國 也許有一個比較轟動的事件 就是 有一個 大家知道有一種 就是一種 一種 早老性疾病吧 就是叫什麼 莫斯海 海莫病吧 奧斯海莫病 是吧 但就是在美國 德性病病的人 比較多 就是市場上有各種的藥物 當時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美國的神經科學家 就是他同時呢 他自己也開了一個醫藥公司 就叫做什麼雅典 叫做雅典醫藥公司 就是他研究了一種 就是治療這個 不是治療啊 是測試這個 早老性痴呆的試劑 然後呢 就是這個 這個醫藥呢 他本身呢 又是美國那個 就是美國的那個什麼 就是國家醫學院的那個 一個委員 於是呢 他就以國家醫學院的名義呢 就召喚了一個醫學專家 召喚了一批醫學專家開會 當然這個會呢 是由他的工資 由他的公司呢 來資助的 於是呢 這個會呢 就是對於各種那個 這個 早老性痴呆的試劑啊 進行了 就是進行了討論 討論的醫治認定 就是這個科學家呢 他的公司生產的呢 是最好的 然後呢 並且把這個結果呢 發表在了當時的 美國那個 神經生理學報上 也就是說 由這個科學家呢 出了錢 然後請了一批科學家呢 來對一個產品 什麼 進行鑑定 認為他是市場 市場上是最好的 然後呢 並且把它 作為一種 學術性的成果呢 通過一種學術性的 通過一種學術的形式 來 進行了推廣 人們認為 這就是 這就是一種 典型的什麼呢 一種典型的 對這個 利益衝突的 一種 不正當的處理 就是說 他利用了 醫學 利用了 醫學權威 醫學組織 和這個 學術期刊的地位 做了一種 商業推廣的工作 並且這個科學家 本身在過程中啊 他的表現也是很不慌 就是說 他既作為一個競爭者 是吧 作為一個運動員 他參加了競賽 然後呢 他本人呢 又作為裁判 來對這個運動呢 做出判決 甚至最後呢 他給自己發了獎 三種角色 完全由他自己來承擔了 所以啊 所謂這個利益衝突問題 它實際上 它是指的是 人們生活在世界上 你總是要承擔 各種角色 並且會要求你 去達到各種目的 但是 其他的角色的作用 或者說其他的目的 比如說商業目的 它不應該去影響 或者干擾你的這個 做出職業 做出職業 不應該影響 或者干擾你對職業的判斷 這是人們強調這個利益衝突的一個基本原因 所以從我剛才我說的例子 大家可能會想到 實際上這種利益衝突 在今天的社會 包括我們中國的社會 可能是大量 是吧 正確地處理這樣的衝突 恰恰是 人們解決論理問題的一個基本要求 我已經超時了 是不是我就降到這兒 好吧 謝謝大家 我先把問題念一下 早兩年 北京每醫院出現 某醫院出現過一件事 一位男產婦女的家屬 據不同意 在花工手術 執行婦女書上簽字 醫生無法實行手術 男產婦女死亡 醫學論理學課的老師 就這個事件 給我們出了一個題 當我們處在這群醫生的位置上 在病人家屬不同意手術的情況下 為了要挽救病人的生命 我們會如何選擇 我當時的回答是按規定辦 但是這個問題一直在拷問我 是規定重要還是病人的生命重要 這就是一個倫理衝突問題 我覺得這個確實是個難題 你要問我怎麼辦 可能我要是作為一個醫生的話 我也是要按規定辦 因為你要是超出那個規定 你很可能是 你不僅要負到的責任 甚至你可能會是法律責任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首先應該盡量地把這種問題 比如說通過討論的方式來解決 就是說 即增加這個醫生和病人之間 和病人或者病人家屬之間的溝通 甚至他可以通過論理委員會的工作 但是這個知情同意這個簽字 我想是一定要履行的 這個至少在現有的制度下沒有辦法 我們只能通過這個例子 作為反面的東西來試圖改進它 但是在現在恐怕還不能突破它 我不知道我這樣回答 是不是能夠使你滿意 確實這樣做的話可能醫生會很不安 但是它這裡邊還涉及到另外一個問題的 就是說醫生有權利替病人或者家屬做決定嗎 這就是你們生命醫學論理課裡邊講的家長主義 是吧 有一種家長主義嗎 那個問題的弊病 就是現在人們比較多的傾向於 反對這種家長主義的 也就是說很多的治療方案 我們不能否認病人和病人家屬它本身的發言權 醫生並非在有絕對優勢的地位 有一次我去帶我的小孩看病 那個醫生就狠人了 他就在訓斥一個病人 你不要亂擦嘴 你知道你哪疼嗎 你知道你還某某某時候 你還可能出現什麼症狀嗎 我不問你的時候你不要說 就是說你哪疼你怎麼樣 我比你知道的更清楚 這就是那個所謂典型的家長主義 現在人們可能是更多的來提倡專家和什麼的 即使是外行之間的平等的對話 就是共同解決這樣的問題 好吧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技術對於人類的改造 應當遵循怎樣的限度 倫理是否真的能對其有約束作用 許多違反倫理學的科學技術不僅依然存在 而且還在繼續發展 你們提的問題都是高難度的問題 首先第一個問題 就是說倫理對人類的改造 應該遵循怎樣的限度 我覺得沒有一種現在的限度 就是說我們今天規定一個限度 然後它永遠不能突破 實際上沒有這樣限度 因為它技術本身的發展吧 就是它的最終的目的 很難和我們最初的結果是什麼的 是溫和的 你比如說我現在把手機擺在桌上了 我是拿著當時鐘來用的 它就不是個移動電話 可能多數人的手機已經不是移動電話了 我這個計算機 大家手裡都有計算機 我不知道有幾個人是用計算機來真正計算的 它技術的發展最後 它很多技術的成果實際上是 遠遠的偏離原來的目標的 人們總是在技術的一定的功能上 給它附加新的目的 或者在自己的目的上附加新的功能 使得技術的結果和出發點 它會離得很遠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 我們尋求一個絕對的限度 它應該是意義不大的 但是我們總應該形成一些基本的限度 這個限度應該和當時的社會的道德標準 和人們的公眾能接受的東西 大致上應該是一致的 我覺得這樣是比較好一些 也就是說技術和倫理學 它都應該隨著新的情況發展 而不是現在的規定一個什麼就是好的 什麼就是絕對不可突破的 但是我們腦子裡邊有一個限度的意識 我覺得是重要的 好吧 這是我對你的第一個問題的回答 第二個問題的回答 論理學是否真的有約束作用 很難說論理學是軟的 現在人們把有些論理的問題 開始變成一種法律性的東西了 你比如說一些國家 它對科隆人 對幹細胞的那個什麼 它都通過立法來解決 這個就是把論理問題變成法律問題 或者說把軟的東西變成硬的東西 實際上就是約束作用吧 實際上是兩個 一個就是約束 往往是約束講良心的人 不講良心的人是不能約束的 另外一個它只能約束 一定的國家和地區 你比如說在講後人類的問題的時候 有些科學家他就講 你在這兒不許我做科隆人 我可以到其他的國家去做 所以說誰在科學技術上加了過多的限制 最後吃虧的是你自己 它實際上是這樣一種觀點 所以這個約束現在是很難講的 重要的呢還是那句話 就是通過對話呢 使得人們越來越多地 意識到這裡的問題的重要 是吧 和我們人類的當下的狀況 和我們的子孫後代 它的關係是什麼 它可能的風險和影響是什麼 就是大家公眾 盡可能多地明白這些東西 總是有好處的 至於要是講應約束 恐怕是很難的 好吧 謝謝 我不知道這個 對 我提出來的那個什麼 你們可以反過 我主要是 其實我今天很多東西都是沒有句號的 是希望和大家來討論的 既然技術倫理與資本有矛盾的一面 那麼在貧富不均的資本分配事實中 技術倫理是否會對貧富地區 民族國家造成不平等的影響 關於這個問題啊 現在人們注意到的是什麼 比如說 1999年世界科學大會 那個六條宣言裡邊 其中有一條 就是說科學家們 科學家應該把這個 消滅這個地球上的 貧困 貧困 飢餓 和疾病 是吧 作為自己的一個基本任務 就是說科學家們應該積極地關注這個 像這樣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問題 2002年在上海開的那個 第二屆世界工程師大會的宣言裡邊 也有類似的話 就是說現在人們呢 一個方面是意識到這裡邊存在的問題 第二 就是說這裡存在的問題 有些是根本性的 它需要隨著這個理論和這個實踐的發展來解決的 你比如說 以往我們講知識 講科學知識 它是什麼 就是科學知識都是公共的 今天科學知識也許是可以用來賺錢的 就是從美國開始實行那個 對基因 1983年對這個基因實行 第一次實行基因可以登記專利 是吧 很多的 以往我們認為是科學知識的東西 科學知識嘛 它總是一種公眾的知識嘛 以往我們認為科學知識的東西 今天是可以拿來賺錢了 這個是今天社會的一個重要的變化 這個現象它意味著什麼 它的影響有多大 人們現在目前還在討論中 所以這個是很難現在就給出一個很好的一個標準的答案 但是這個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現象和問題 越來越多的引起人們的注意了 好吧 我對這個問題只能回答到這兒 第四 下一個 現在有越來越多的技術設備被研發 而許多機器與技術設備已成為生產力的主力軍 是否人的作用越來越小 同時是機器支配人還是人支配機器 第一個問題我倒覺得並非是人的作用越來越小 因為機器它總是人在研發和人使用的 第二個 機器支配人還是人支配機器 這是個重要的問題 或者說是一個需要研究的問題 就關於你所說的這個支配我想引申一步 我看到一個科學家他寫的一篇文章裡有這樣一段話 就說今天計算機的發展已經遠遠超過了人的大腦的處理能力 所以為了跟上計算機的發展 我們必須改造人的大腦 這是一篇科學論文裡的話 我就看了這句話以後 老實講我是感覺有些吃驚的 就是完全讓人跟著技術跑 甚至為了技術要徹底改變或改造我們自己 這是一種機器支配 應該說是一種機器支配人的思想的典型情況 我覺得這個不應該是正常的 或者不應該是健康的 您認為如何改善技術發展帶來的利益分配不公平的問題 我覺得首先是要應該把這個問題提出來 和使人們認識到 就是說現在實際上我們在正式談這個問題的時候 它還很少的 但是呢 但是如果我們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就是說應該把這個知識和市場 它不應該完全是綁在一起的 科學技術和市場和利潤不應該是完全綁在一起的 它兩者呢 它確實有合作和相互支持的一面 但是呢 它還應該有相互獨立的一面 就是說知識和技術 它應該保持自己造福人類 而不是僅僅謀求利益的 這樣的一種特徵的 這點呢 實際上是應該從法律和政策上得到貫徹的 比如說 現在人們對專利 對知識產權問題 實際上爭論是很多的 其中很大程度上涉及到的就是這樣的問題 第二 中國技術發展的現狀 及其在國際中的地位 中國技術發展的現狀 應該說不是太好的吧 你看我們看到 在報紙上看到的是 中國是製造大國 是吧 但是呢 我們使用的大量的是別人的專利 這一點 現在這個國家反覆強調這個技術創新 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否則的話 就是我們實際上 我們大量的是給國外充施加工 這也是不公正的一個方面 就是人們呢 大量的消耗能量和原料的工業 是發達國家轉移到第三世界去了 然後呢 它既消耗的資源又產生了污染 然後呢 產品又是一些低端和初級的產品 這些低端和初級的產品利潤很低 然後送到發達國家 然後一組裝 甚至什麼也不用 就貼上一個它的商標 於是就身價百倍甚至是千倍的 這實際上也是技術不平等 或者技術交易中的不公正的一種表現 所以中國現在要把製造大國這個帽子要摘掉 我們要搞創新的 如果有一天所有的疾病都可以治癒 而且醫療考學很普及 每個人都有條件看病 地球上能夠有增無解 該怎麼辦 這樣看來 投入大量人類物理財力去研究癌症治療的意義何在 我覺得不可能這個所有的疾病都可以治癒 就是說 一個方面 我對這個問題的總的看法是什麼呢 一個方面 我們確實應該是貫徹一種人道主義的 這種人道主義就是治病救人 反過來講這句話 我們不能通過 放任這個疾病的蔓延或者肆虐來控制人口 我們可以通過其他的方式來控制人口的增長 當然了 醫學的進步和這個社會福利的提高 確實是造成今天的人口大量增長的一個原因 但是它不是全部的原因 你比如說第三世界的人口的增長 它總是大大的高於 增長率 總是大大的高於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 而且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它的醫療條件和社會福利條件 福利國家嘛 它其實是很高的 可見這兩者不應該等同對待 這個底下是 技術倫理學設計克隆嗎 您是否贊成克隆 對克隆有什麼看法 技術倫理學 克隆確實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就是現在實際上 人們基本上 一致的意見就是支持網路醫學性的克隆 但是呢 反對克隆人 至於我個人對克隆的看法 我覺得同時可以從這個 以前人們都是從一些論理角度考慮 我覺得可以從社會角度考慮 我曾經就從一個搞倫理的人講過這個問題 我說 比如說即使我個人自己有錢 人們都講是個人自由嘛 為什麼我沒有權利 生出一個和我有相同的基因這樣的孩子 這是有些人的理由 我覺得 即使你有很多的錢來自己做這個克隆 那它其實實際上還涉及到很多東西了 比如說第一 我們今天 就是形成克隆技術的 它實際上是大量的社會資源來支持的 是吧 第二個 就是在製造一個克隆人的過程中 比如說他一定要犧牲大量的婦女的卵子等等 這裏邊有對婦女的破壞 這個健康的損壞 甚至有對生命本身的影響 所以綜合從社會效果來看 我是反對克隆人的 不是反對一般的克隆 我們如何正確對待現代工業文明所帶來的利弊 現代工業文明與自然規律之間如何平衡 好 我到我來說這個問題 就是說現在工業文明和自然規律之間 很難講一個平衡問題 因為你說什麼是違反規律的 我們講我們做的事情很難說是有違反規律的事情 因為違反規律的事情你做不成的 所以實際上我們做的事情多多少少都是符合自然規律的 這個問題就在於什麼呢 問題就在於我們的行為方式 我們的活動規範 它是好的還是壞的 而恰恰在這一點上就顯示出我們說的技術 科學技術和倫理學它的結合點 你說什麼是違反自然規律 你比如說生態平衡它造成荒漠 實際上形成荒漠這也是自然規律 甚至一個荒漠它也許就是自組織 它一個穩定點 所以就是說我們講違背自然規律 這種說法並不是科學 很多很多就是我認為是好的或者壞的 這個結果的造成 它肯定都是有規律在其作用 關鍵是人的行為 我們如何對待現代工業文明所帶來的利與弊 就是說講科學技術倫理學 首先是認清這些東西 然後我覺得重要的還是我們最後強調的 就是說運用我們的實踐智慧 盡量的是使好的方面發揮出來 使壞的方面得到避免 但是完全就是只要好的結果和完全沒有弊病 這樣的東西可能是不可能 大概是不可能的 好的 因果責任的意義何在 而言 就目前的溫室效應 而言 很多國家推卸責任 就是使整個禁止全球變的問題 遲時懸而不解 對 這個因果 首先呢 因果責任的概念是什麼呢 就是實際上最簡單的講 今天我們講為什麼應該負責任的時候 我們最主要的不是從動機方面考慮 而是從活動的結果方面考慮 這是因果責任的一個基本含義 就是關於這個溫室效應的問題 確實你比如說美國它到現在 在很多地方它是不簽字的 就是全球變的問題 遲遲懸而不決 我覺得這裡邊確實有大量的人們 短視或者近視在內的 你比如說 就為了發展經濟 或者說為了片面發展經濟 而犧牲未來 這個 就是這種行為 現在還是很普遍的 你比如說我前幾天 就是一個大致上 大概是一個星期以前 看到了一個消息 北京的肺癌已經佔全國第一了 北京的肺癌發展量 但是我每天看到的首次經濟報道 都是講北京的那個小汽車 是一個月也會增長幾百萬輛 然後到全年 它可以什麼增長到多少萬輛 也就是說 汽車一方面 它可以在上游 拉動什麼鋼鐵業 鋼鐵業製造業等等 到下游 它可以刺激消費 拉動市場 但是它最後造成的結果 可能就是像肺癌 像本事象等等這樣的東西 所以在我們 就是做經濟決策 和科學技術決策的時候 應該有一種全局的和長遠的觀念 我在看電視的時候 我是把這兩件事聯繫在一起 好 下一個問題 唸完了 哲學一直跟在科學技術後面跑 如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 判斷力批判 都是在為數學自然科學知識提供基礎 我認為科學技術哲學的興起 仍是哲學追隨科學的繼續 這裡有一個矛盾 近代的偉大哲學家 都是偉大的科學家 如迪卡爾解析幾何萊姆尼茲 但是今天的科學技術已經太發達 哲學家怎麼能跟得上科學技術的步伐呢 跟得上科學技術的步伐 來討論科學哲學 技術哲學 好的 這個問題提的是對的 我們在討論培養科技哲學博士生的時候 我就講過這樣的話 它實際上是很難的 因為科學技術哲學的博士生 他要求兩個 就是一個他要求能夠跟上科學技術前沿的發展 至少他要懂一門自然科學 而且要能夠討論別的問題 通過對他來解決問題 應該是一個好的方法 比如說我們在寫那個工程哲學的時候 就是和中國工程院一起寫的 在討論那個工程技術倫理問題的時候 也是把問題提出來 大家共同來討論 這樣可能在 就是說對哲學和對科學對技術 他都是一個錯誤 好吧 這個問題可以這樣回答了 好了 沒有了 謝謝大家的問題 我倒希望 一點反駁 其實有一個 老師剛才在講座之前跟我們交流的時候說 特別希望跟大家有面對面交流的機會 所以說現在最後大家還有沒有什麼問題想當面問老師的 現在也可以提出來 對 好 您好 老師 我想問您一個 跟這等的題目沒有關係 關於哲學的 就是在西方哲學史裡羅素把哲學說它有兩個特徵 第一個是傳統的宗教與倫理觀念 第二個是科學的研究 他還說在不同哲學家心裡 這兩者的比例是不一樣 我想問您在您的心裡這兩者的比例是怎樣 然後想問問科學與哲學的關係 到底誰去駕馭誰 或者誰從屬於誰 您能不能解答 好 謝謝 要從我個人的實際上 再過去吧 比如說二十年以前 我是更傾向於科學的 現在呢 我多多方法吧 傾向於哲學的 這可能也許跟工作有關係 你知道嗎 我準備 就是哲學安靈王牆中最高的哲學雜誌 他哲學最愛性非常強 當然我會側重點 可能會像這個樣子 它不一定和那個優越有關係 另外一個就是在科學和哲學之間 不應該有誰讀書誰的問題 就是說哲學 哲學它如果它作為一個讀書 它應該有自己的理念和問題 它就是說哲學和科學可以對話 但是跟著科學之間 沒有一個誰最終能夠取代誰 或者是誰能不能的 誰在誰之上的 以往吧 以往我們總是講好像是哲學去指導科學 這種提款是錯誤的 哲學根本就不可能去指導科學家的工作 另外一個方面 就是說講科學 哲學只能跟在科學後邊做總結 做概括 其實這觀點也應該說是偏偏的 我覺得他們應該是 就是說 各自應該有自己的獨立的工作領域 可以通過對話 或者什麼的 共同促進或者是共同發展 而不是試圖一個駕馭一個 或者是一個 就是這一個 好吧 謝謝大家 請問還有朋友 還有朋友要提問嗎 大家如果有任何問題 也可以私下和老師來交流 那我們今天的講座就送到這裡 就可以結束了 謝謝道場的各位聽眾 然後謝謝周老師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